李姓沈 嗯 怎么了 没事没事 你这工作经历还挺丰富 受医资格证 注册会计师 营养师 潜水证 调酒师 金融分析师 还有你这宠物医疗 还是在国外读的 我之前在加拿大留学 今年刚回来 本来吧 我爸是让我学什么工商管理 但我兴趣不大 我就在多余的时间呢 考虑这个宠物医疗资格证 因为我觉得吧 动物不能说话 但兽医呢 又能帮动物解决痛苦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 特别伟大 我也这么觉得 不过你这里有个问题 你没什么临床经验 也没有在宠物医院 真正工作过 这你放心 我肯懂 我去看一下 你等我一下 嗯 陈大夫 陈大夫 怎么了 你来正好 他们想给狗做生代切手手术 我给他们解释了 咱们这儿做不了这样的手术 对吧 这是我们院长 有事可以跟他商量 交给你的 我先走了 我还有事 陈大夫 老陈 陈大夫说得没错 我们医院的确不能做这种手术 而且正规的医院都不能做 那我就队长不正规的 女士 您怎么这么说呢 你得对你家狗负责呀 是这样的 我给你们讲一下 这生代是靠近动脉的 稍有不慎 手术就会非常危险 甚至会危及性命 你敢相信那些不正规的医院吗 就算侥幸手术成功了 术后的恢复期也很长 感染几率也很高 这狗一旦失去了生代 就失去了它跟外界交流的 最主要的方式 她有可能会焦虑 抑郁 甚至是狂躁 咬人 这些你都没想到吧 我考虑不让那么多了 我都要烦死了 你当白色就叫 你当白色就叫 我当白色被她 背着神经压热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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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你要实在忍不住警服 咱就把她送人 你舍得吗 我养了她五年 我当然舍不得 可你都这样了 我有什么办法 卷服 咱们走 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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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叫卷服啊 坐 您可真可怜 你的主人就玩手机 是吧 也不陪你玩 来 还给你吧 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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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服服 你这狗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们要知道 狗的嗅觉 是人类的一千两百倍 听觉是人类的十六倍 所以啊 一到晚上夜深深静的时候 你的邻居哪怕发出一点点响动 他都会变得非常紧急 当然他不是恶劣 他是为了要保护你们 不想让你们受到一点伤害 你们两个是不是经常下班很晚 你们下班很晚又很累 回来倒头就睡 要么就玩手机 也不陪他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啊 他每天白天一个人在屋子里面 肯定很孤独 很寂寞 他能干吗呢 就只能睡觉呗 那等你们回来了 他想让你们陪他玩一玩 就只能叫呗 不叫干吗 对吧 所以说啊 就回来呢 还是要陪陪他 溜溜他 以后啊 他在晚上乱叫的时候 你就打开灯 安抚安抚他 重复个几次也就好了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没事 拜拜 慢走啊 欢迎下次再来五甜令医院 来 可以啊 你这专业性 这口才 这安慰人的能力 可以可以 还行还行 那我在家一试 你会宠物绝育吗 当然 会不会除菌除满 是 全才啊 恭喜你通过面试 欢迎你加入我们甜蜜 谢谢院长 谢谢 谢谢 谢谢